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針對這個議題呢 我想再做一個更進一步的補充 中華民國精彩100 這只是一個活動的識別標準 不是活動的所有的內容 所以事實上呢 財政法人中華民國建國100多年基金會 名稱裡面就在明建國100年 所以呢我們是要慶祝這建國100年 所以在這100年裡面我們所要辦的活動很多 那麼精彩100主要有三個含義 第一呢中華民國建國以後 經歷戰亂謙虛 在周邊的國際情勢中平手抵制 建立軍事基礎 過程中有悲有喜有苦有樂都是精彩的呈現 第二建國100年的慶祝是一整年的歡心 希望每天都過得精彩 第三除了慶祝活動外 更重要的是 我們能不能在民國100年之後 為後代留下精彩的表現 中華民國精彩100特別標示 發揮台灣可貴的開放精神 讓全民一起參與 真正做到普天同慶 在基礎100的天地裡 大家可以自由創作 加上自己喜歡的標誼 喜歡小朋友的話 年輕人的搖滾 樓民的辛苦點滴 各行各業的奮鬥 都能夠化為在這 別視視別中 讓一百年 讓全民感動 過去一百年 我們所夠悲苦欣喜 不論好壞 都經過了精彩的一百年 所以呢 我們也希望大家能夠團結 也一心為國家慶聲 也珍惜我們共同的悲歡歲月 尤其我們里基海外的華僑 三千萬的華僑 也都非常熱烈的參與 建國一百週年 在今年的一月二十號 我們在DC開了籌備會 所有在美國的華僑 都到DC來參加開會 去年自中共建國六十年 他們所展現給世界的是 強大的軍隊 賀人的武器 例如飛彈、戰機、槍炮等 那是二十年前 我們建國八十週年的時候 的作法 如今 中華民國已經建立了一百週年 我們要表現的 不是二十年前的軍容 而是要展現 中華民國人民 所擁有最可貴的自由民族 而且我們生活在一個 安康樂利的環境裡面 每個人民所追求的 是有理想以及生活 所以我想這精彩一百 是有非常不同的意義 請大家一起來支持並擴大